新的建案是一棟接著一棟蓋 因為現在民眾的買房需求 不斷的在上升 兩房一廳的樣品屋 裝潢的每輪美壞 吸引不少民眾前來看屋 尤其假日更是人潮滿滿滿 一千萬的現金放在銀行 一年只有八萬塊 一千萬的現金 如果來買我們目前這個個案 可以買二十幾名加一個測費 一個月的租金最少 大概兩萬五 一天賣五戶 現在一天可以賣十戶 多了五戶是買來自產 買來將來收租的這種客人 貪污的人變多了 等於民眾買房意願變高 其實這波疫情衝擊下 經濟基本面雜音多 再加上各國紛紛採取 寬鬆貨幣政策 迎接低利時代來臨 開開近十年 五大行庫新乘坐房貸利率 2020年10月的利率 竟然來到了1.36% 是前所未有的最低點 最主要是因為銀行本身 油資許多嘛 有非常的多 然後呢 他們也評估過 銀行這個房地產的放款呢 其實是相對穩定跟安全的 所以呢 各家銀行呢 就分別來增食這一塊大兵 負責利率低 銀行為了搶客 吸引購屋族出籠 房貸方案更是一家比一家優惠 一千房貸寬限期最多兩年 現在有五年的 以往最多的30年房貸 現在也來到了40年 更有不少銀行 推出階段式還款方案 但輕鬆入門的背後 其實藏有玄機 以土地銀行的方案為例 貸款1000萬元 利率1.86% 寬限期三年 年限30年 寬限期的前三年 一個月只要繳14000元 而第二階段每個月28000元 也比本席平均便宜了1萬多塊 但是到了第三階段 每個月要還的價格 來到了42000元 唐一的背後呢 當然也要付出了代價 也就是說 當你選擇這個20年 30年40年的時候 你有可能選擇20年 帶1000萬來說 你可能只要付出 147萬的一個利息 但如果你選擇40年的話 你可能要付出305萬的 這樣的一個利息 對消費者來說 如果付得越久 他還的利息是越高 先苦後甘的還款方式 讓後期繳款壓力大 而且若是利率走深 付出的利息也會跟著上升 畢竟房價沒有跌 錢都只是晚付 不是不用付 想買房進階 還是要貨比三家 量力而為 暴雨新聞 宋俊英 黃明成 台北報導